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卡卡电车第一次工作 能不能顺利地把客人送到车站呢 出发 卡卡卡卡嘟嘟 卡卡卡嘟嘟 我们的电车跑起来了 它是一辆红色的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有六个 车轮 还有一个 大大的微笑 最先到达的是 海滨站 狗爷爷和猫奶奶 正在等车 去高山站吗 去呀 卡卡卡卡嘟嘟 卡卡卡卡嘟嘟 这时候 狗爷爷和猫奶奶上车了 过了一会儿 卡卡卡卡卡卡卡 电车来到了大桥上 这么高 有点害怕呢 我们的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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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长得漂亮 猫奶奶正在欣赏美景 她说 不要看脚下 你看远方 海水在闪闪发光 咔哒咔哒 咔哒咔哒 虽然大桥看上去很可怕 但是桥边的风景很漂亮 有海水 还有渔船 还有小小的岛屿 还有波光淋淋的海面 看上去可真美丽啊 咔哒咔哒 电车望着远处美丽的大海 一眨眼就把可怕的大桥 甩在了身后 谢谢你猫奶奶 终于咔哒咔哒电车 渡过了长长的大桥 下一站是蒲公英站 咦 有两条路 哪边才是蒲公英站呢 狗爷爷抽动着鼻子说 是这边 我闻到了蒲公英的香味 宝费 宝贝们看一看 这一条路是往上的 还有一条路往下的 宝贝们猜一猜到底是哪条路呢 是下面这条路 宝贝们 答对了吗 因为这里有蒲公英 飘了出来 咔哒咔哒咚咚 咔哒咔哒咚咚咚 远方出现了一大片金黄色的蒲公英花田 谢谢你狗爷爷 果然我们答对了 咔哒咔哒电车 带我们来到了 美丽的蒲公英花田 绵羊一家在蒲公英站 焦急的等车 大家久等了 请排好队上车 好多好多绵羊啊 在蒲公英站 等着我们的咔哒咔哒电车 到底下一站他们会去哪里呢 一只绵羊 两只绵羊 电车里一下子塞得满满的 咔哒咔哒咕咕 咔哒咔哒咕 下一站是终点站 高山站 咔哒咔哒咕咕 咔嚓咔嚓嘟嘟嘟嘟嘟嘟咔嚓咔嚓咔嚓 不行了 好重 我上不去 看样子我到不了高山站了 就在这时 因为高山站非常非常的高 好大好大的山 我们的小电车在高山的面前 显得那么渺小 而且坡度很陡很陡 它根本爬不上去 就在这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登山路上坡路 咔嚓咔嚓电车 咔嚓咔嚓嘟嘟嘟 咔嚓咔嚓电车 乘客们唱起了歌 咔嚓咔嚓嘟嘟嘟 咔嚓咔嚓嘟嘟嘟 合着歌声的节拍 咔嚓咔嚓电车 使劲朝山上爬去 登山路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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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站到了 樱花环绕着高山站 满眼都是粉红色 今天山上要举行赏樱大会 卡拉卡拉电车 谢谢你 大家都很开心 太好了 卡拉卡拉电车 带着所有的乘客 来到了终点站 高山站 高山站上面 到处都是粉红色的樱花树 今天要在这里参加赏樱大会 看上去很漂亮 卡拉卡拉电车 出发了 前进 卡拉卡拉嘟嘟 卡拉卡拉嘟嘟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卡拉卡拉电车 带着所有的乘客 去到了终点站 高山站 上面到处都是美丽的樱花 那宝贝们 你们坐车的时候 有没有 记下令你们难忘的风景呢 赶紧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吧 那我来说 我去看下来的 那我来说 我来说